没错 我 张楚希 是一名入恋师 许多人对我们这个职业有些抵触 甚至害怕 但其实 这是一份充满神秘感和使命的工作 也是这样一份工作 让我对人生和宿命 成为重新的认识 老苏 你杀死那狗王也没 去看看 起来醒了 你们是谁 这是哪儿 这儿是 老大 你们不会是在拍戏吧 这人就没有摄像机啊 难道我是真的快时空了 这不就是偶像军男主照进现实吗 你一个男人的结盟为什么这么长 居然来真的 居然来真的 老苏 你看他装疯慢傻 可我王爷 今天你无论如何 都得死 停 别动 两位大哥 我们能不能先做下解除误会啊 我跟黄生包也跟来了 有办法了 有办法了 这是何物 这儿有用 这儿有用 这儿也太傻了吧 这儿别跑 有毒 小心 不好 这一是西域传来的断魂粉 将不失传一久 没想到今日再次遇他 王爷 谁啊 王爷你醒啦 我今天床间死不有动静 没事吧 要不想得自己去照顾你 不用不用 不用 你们退下吧 退得远远的 遵命 长得这么好啊 杀了多可惜啊 你为何要救我们 中庭方圆 眼神无辜 哪也够幸 帅 剑眉星目 狼角分明 狼狗形 更帅 选秀节目要是不找你们 真是太可惜了 长了这么俊秀的一张脸 原本以为是个温柔小意的男人 脾气倒是挺硬的 我很欣赏你 说吧 为什么要杀我 你不说也行 我也不关心 不过 这毒药呢 其实是有解药的 只要你们愿意配合我 完成一个任务 我就把解药给你们 到时候你们要杀谁 就与我无关了 老嫂 留他情善残 什么用 看来 在成功回去之前 得先挟持住这两个 保护安全 你们这里人死了 一般都安葬在哪 哪 坐坐坐 王爷 来了来了 哇 哇 哇 王爷 谁呀这是 这个呀 这个呀 这是我新招的侍卫 叫 叫什么来着 行行行 不重要 就叫冰块脸吧 哎呀 冰大人哪 我叫小悠 以后多多关照啊 看我将来怎么弄死你 你看着我干什么 吃不下 你都不先退下 嗯 其实我是来自未来世界的人 现在我想要回去 你们要帮我找到回去的办法 那这样 你放了我们 我们便帮你 你当我傻吗 这样 你在这儿等着 他跟我出去 吃成之后 我就把几药给你 老苏 给中了他的鸡 那我就 先杀你吧 老苏 住手 我陪你去 一言为定 这古代的肉 没有食物添加剂 就是香 不是去偷尸体吗 为什么在这吃猪蹄 你懂了吗 人呢 在断食之前 要吃饱多足才有力气 那说你不是答应了 今天晚上先当我打听打听吗 不管怎么样 我相信你 该打点的银子我可不掏 这点钱算什么 养你我都臭臭有余 果然跟传闻中一样 空有才许 荒诞离奇 总之呢 我们约法三章 第一 你不能离我十米远 第二 要陪我找尸体 第三 我还没想好 以后再说吧 得龙望鼠 带不带路 楚王府没有传来行刺的消息 这二人到底去了哪里 此二人并未到约定地点见面 恐怕是行动出了问题 我知道了 殿下悟过操劳 我会再去查探清楚的 莫米高居然这么大 冲死包王了 我看王爷今天是来逛花街的 不是找尸体吧 王爷 确定钱都花光了 请回家 义庄明天还能去吗 来 这是 药仙发作 我怎么出现了幻觉 这王爷讲话多遍 看来的多家地方 是 这瓶块里 我信我说不服你 快点来出去 你跟我也要行了 老苏 你去放风 这儿交给我 我来找起来 武王十恶不舍 杀不得 我能够给你想要的东西 殿下放心 在下和殿下的目标 是一致 在下定会不遗余力 我看能够完成重点 你和叶痕 还有阿丁 都是我身边最信任的 可别让我失望 是 这个有点小 试试 咦 什么味儿 是这个 这么难吃啊 阿丁 王爷王爷 以后你再找不着路 你就叫小佑嘛 废话 王府这么大 我哪能一下记住 阿丁 收起来 带着去 知道困不住这样 这么傻子 都给你们机会了 这下该相信我不是王爷了吧 你们是不是懂我东西了 没有啊 没有 那你嘴上这是什么 看来离达成统一战线 还有点IQ距离 你绳子怎么紧啊 你绳子怎么紧啊 别动 我跟你说啊 这个 是一颗红 一颗中枝内乱动 你就会死 我才不信 不信的话 你可以试试啊 还要干嘛 我会看出来我耍他们了吗 你不想 这么耍我都演不下去了 你不 这是哪儿 人呢 王爷到了自家的密室也这么黄 看来是藏的太明显 不常来啊 您在哪儿 给我出来 我看你 还有什么药法可施 你要不要冷静一下 把解药交出来 否则我取你性命 启禀殿下 长公主那边 似乎对此事颇有怀疑 楚王那边呢 恐怕需要殿下过两日 去趟楚王府 行动失败 那二人已被扣下 是否要启动下一步计划 我倒要看看这个楚王 为何这么难杀 你也看出来了 我这个人呢 贪生怕死 你杀了我 阿丁也不会活的 我答应你的已经做了 你把解药交出来 可你并没有帮我 剪到尸体啊 这难道不是你的把戏 既然昏迷的时候 你没有杀我 那你现在也不会杀我 反正死了 还有你俩给我陪葬呢 来吧来吧 不是王爷 你是谁 终于开窍了 谈谈合作怎么样 我答应你的约法三章 只要你把解药给阿丁 臭死 勾勾 你跟那个叫阿丁的是什么关系 你们不会是什么特殊关系吧 胡言乱语 晚上又要去偷书体了 跟厨房说一声提前开饭 你还真把我当你的贴身侍卫 你就不怕 我在你的手里下毒吗 大不了 人家叫你一声 哥哥 疯癫 记得我们的约法三章哦 晚上好好保护 二位爷 这是你们要的尸体 拿着 谢谢爷 打把手 谁想 终于可以回去了 唐大王爷竟然对尸体做这种事 真是约法奇怪 积极如律令 挥 怎么 没有变化呀 踏扰先生了 太上老君 请送我回去 帮我回去 菩萨二郎神 土地公公 哥鲁大神 请送我回去 帮我回去 回去 回去 这么高兴 真的成了 又知道了 又不是电视剧 那有那么容易 有点 我身上还有几个碎银子 请你喝个酒吧 不要再搞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 先 躲开 叶河你听我说 没什么好说的 宫里子你小心点 不是死 宋里子 我倒要看看你们是什么关系 来 敬祝我们节后余生 干杯 赶紧 别这么看着我嘛 我吃不下了 你为什么把腿往凳子上 你这样吧 让我想起了我的前任 他曾经也喜欢盯着我吃饭 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觉得我这样非常地洒脱可爱 可是到后来呢 他又觉得我吃没吃相做没做相 真是 你说这人奇不奇怪 一开始喜欢这样的地方 最后又会变成你讨厌的地方 前任 是什么意思 前任呢 就是立在心里的墓碑 墓碑 难道他杀了人 我呢 之前的职业就是入恋师 入恋师你不知道吧 就是给去世人化妆的 让他们自己面面地离开 糟了糟了 要知道了 再不赶过去我这个月奖金又没了 只是因为一场意外 让我来到这里 所以啊 我不是你想行刺的那个人 到时候传闻中的王爷 有几分不同 你知道吗 当你觉得一个人 与众不同的时候 这是你喜欢他的开始 又开始说胡话了 没有 走吧 回来 来 宋泥泽 你到底是什么身份 刺杀王爷的刺客 你不是知道吗 谁的刺客 他这副样子 对我没有办法防备 完全不是传闻中的王爷 难不成这王爷 有两寸面孔 小二 结证 好嘞 二千银子 谢谢您 买魂吧 你别碰我喝了 我请告诉你 不要觉得我喝多了 你就可以趁人追 这说什么话 好沉 谁沉了 你不是醉了 我告诉你 你可以说我不可爱 可以说我不讲理 但是你就是不能说我沉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人 对不起 怎么容易 终于露出狐狸尾巴了 彼此彼此 想要被抓吗 还不快走 救命啊 别害人啊 救命啊 苏丽子 你没事吧 苏丽子 你没事吧 苏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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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醒 剪刀电高 小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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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爷 我在 你怎么又突然冒出来 怎么了王爷 去过那些纱布 毛巾毛巾 然后再拿些捡到热水什么的 还有叫个大夫来 王爷 谁要生了 谁要生了 苏丽泽要死了 赶紧去呀 快 心肺腐缩 可是我不会啊 算了 死马档活满意吧 一 二 三 四 苏丽泽 怎么还没醒啊 起生最后一个办法了 神明关天 管不了这么多了 怎么还没有反应 我真死了吧 再 你在干嘛 再好的茶凉了便是一杯废水 启离殿下 刺杀楚王的任务失败 苏丽泽 好像叛变了 那阿丁呢 阿丁 目前不知所谱 没有我的允许 谁让你拔剑的 给我滚 是 如果找不到他 我甘愿为太子奉上我的人头 和我的一切 任凭太子处置 记住我说 记住我说的话 你的命是属于我的 你要像对我忠诚一样 对他忠诚 打工告成 我甘愿 怎么感觉 我的五藏六腑更疼 王爷 来了来了 妈呀 妈呀 这谁给你包扎的呀 不懂别乱扎嘛 你看看 这扎得跟那麻花一样 还是让心灵手柴的小悠来吧 阿相 王爷王爷 你出去把要用的那些东西拿过来 行 冰大人 你受了这么重的伤 怎么还笑啊 不过啊 话说回来 你怎么受的伤啊 为了救一只流浪猫 对 你还挺有爱心啊 但那只猫不仅不懂得感恩 还承认之谓 不知在打什么鬼算盘 小夕他挠了你啊 冰大人 王爷 下次你们再遇到这种事 一定要把小悠喊上 猫狗大家这么精彩 小悠最喜欢看了 闭嘴 哦 这血流了这么多 倒掉可惜了 看来短时间内得想办法利用他俩挖出背后主使反派为圣 对不起了苏宁泽 你和你的好兄弟要分离喽 别怕 有本王小姐保护 你个狗王爷 你到底要做什么 别害怕呀 来看看你 哦 这个嘛 这是你好兄弟身上的血 他不听话 受了重伤 现在生死未捕呢 你对老苏做了什么 你叫阿丁对吧 你的好兄弟跟我说了 说你们两个是从小一起长到大的发小 既然是发小 那是不是应该同生共死啊 你个狗王爷 你若是敢动老苏 我就将你碎数万段 你还是担心担心你自己吧 有什么 你冲着我来便是了 好啦 别激动 你的好兄弟 他暂时没事 不过 你要是不老老实实地交代 你们为什么杀我 那我可不敢保证 他会不会有别的事情 王爷作恶多端 想杀王爷的人 数都数不过来 我们不过是替天行道吧 他倒是真够义气 不行 得探探他愿不愿意实施这个契 你们二人失踪五天了 幕后主使不会善把甘休 你们已经没有新人度了 不如我们来聊聊 怎么一起活下去吧 你又打的什么算吧 阿兵 你知道怎么引蛇出洞吗 每个细节边边角角都要扫清楚 不要让人看笑话 听见没 是 王爷 王爷 行了都下去吧 是是 小小小小 快来 王爷王爷 有何吩咐 乖 就是跟你说个事 昨晚的事情你得替我保密 听见没 是是是 为什么呀 什么为什么呀 还有 最近王府也不太平 晚上给我加派人手 在王府书房周围听命令 保护一下我 听见没 是是是 这又是为什么呀 哪来那么多为什么呀 让你去你就去啊 是是是 啊 王爷 你真是太聪明了 是不是因为北莽尊使要来 王爷 你真是心思缜密呢 啊 什么北莽尊使啊 啊 对啊 北莽尊使要来拜访 明日府中要誓言招待他们呢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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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真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 哎呦 恢复得不错嘛 既然任务已经完成 那王爷 是否可以给出解药 怎么一觉醒了又翻脸不认人了呢 别忘了 是我救的你 也不知 我是为谁受的伤 哼 但你那边的刺客不来杀我 我就不会有危险 你就不会救我 你就不会受伤 我就不会救你 我不救你你就不会欠我人情 我不管 反正 你要帮我找到回去的办法 你看我们都过命的交情了是吧 所以是不是应该坦诚相待啊 还耍酷 都等着 你为什么要行错 开圈白 黑切白为何物 黑切白呢 就是看起来非常附黑的 但是呢其实非常善良 就像你一开始要杀我 现在又拼命保护我 我并没有王爷想象的那么简单 那阿丁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 你休想挑我 我和阿丁之间的关系 好啊 那咱们做一个实验吧 看看你的阿丁 是不是真的像你想的一样那么忠诚 你又想耍什么花招 我看你呀 就是太单纯了 被人骂了还要帮人数钱 你不了解阿丁 是你不了解他吧 有时候 越是熟悉的人 你越不了解 我与阿丁从小一起长大 他什么品性 我再清楚不过 那你相信 人性 能被考验 你什么意思 老苏 你没事了 看我没骗你吧 你不要耍花招 老苏 老苏 你到底是怎么受的伤 我已无答碍 放心吧 你们家老苏啊 不听话 别信他的 我已帮他完成任务 既然任务已经完成 还捞下王爷 把我们二人放了 你是说 这个呀 可以啊 不过 这个解药 只有一瓶 分着喝 两人都得死 也就是说 你们两个啊 只能活一个 给你 我倒要看看你们怎么选 你们两个人真是感情深厚啊 你们这对CP 我绝对锁死 我这 你 老苏 这是解药 你拿着 你喝 不用顾我 老苏 你也护我太多词 我不想再亏钱 更何况 这个世界上 还有很多办法 可以寻找解药 王爷 王爷 太子突然拜访 你坐这好好给我带着 太子到 皇叔 之前听闻皇叔府上有刺客 特此前来看望 皇叔 你没事吧 皇叔 谁啊 是我 皇叔 你怎么了 啊 没事 我最近特别好 就是最近发生了挺多事情的 没想到 还多了个好大辗 太子请坐 老苏 保重 剩下的事 就交给我吧 来生我们再做兄弟 阿丁 阿丁走了 老苏 我先回去面见主人 你先按兵不动 切勿擅自行动 等我 解药也没了 唉 这可怎么办呀 阿丁 你放心 我会好好保护你兄弟的 阿丁有事 先行离开 你们该不会是去摇人了吧 还是说 加派人手来杀我 若想杀你 我一人足矣 算了 懒得跟你计较 走吧 我们买东西去 终于吧 这主要没有往过我太后 王爷 您的海黎先生 继续说 陛下病得这么重 为何不让太子进来 太子还想 陛下重病这几年 一直是长公主在大理朝政 只不过 碍于女子身份 只能辅佐太子 只怕这太子是不安好心 还在担心阿丁呢 是吗 明知故问 我是不明白 王爷这又是要我做什么 不是跟你说了吗 北莽尊氏来访 我啊 这是浩克之道 尝尝 这又是什么 海黎先生 我的随身小零食 这就是你的浩克之道 把买给别人的东西 自己吃掉 我这叫有福同享 咱俩是有难同当 有难同当 反正我已是时日无多止 像王爷这般不信手承诺之人 最好是自求多福 解药嘛 确实只有一瓶 但是配解药的方子我还有啊 不过吧 这配出来的解药 只能保你一周的瓶 不过你要是一直跟着我 我就可以每周跟你一次解 最后你不就安全了吗 小傻瓜 我这是为你好 好啦 反正你那个组织已经抛下你了 你也没有地方可以去 还不如一直跟着我 这怎么设定啊 我宣布 从今天起 你就是我的贴身保镖 兼古代知识小全书 你在干嘛 这个嘛 这是我们那个地方承诺不变的意思 就像你们拉勾律式一样 无聊 王爷要知道 我是来刺杀你 不是来当你的贴身侍卫的 你要是不帮我的话 信不信我非礼你 荒唐 好啦 本王吃饱了 记得你的 约法三章哦 给本王收拾好北莽尊主的东西啊 喂 是 北莽尊主到 王爷 北莽尊主到了 你是让他们进来吧 是 拜见王爷 快请坐 来 尊师忍道而来 这是本王特意为你准备的 素闻王爷深居简出 今日得冤一见 五等真是荣幸之至 王爷果然如传闻中一样 一表人才 气语不凡呐 那挺不聊天啊 王爷宝读师叔 不知在下 是否有心见识 我才学不经 还请尊师先来 哈哈 鸡叫一声 却一绝 鸡叫两声 却两绝 三声唤出扶桑日 扫尽残星 与小月 王爷见笑了 没有没有 你的诗很可爱 不过比起我的 还是差了一点点 那就请王爷 大王赐诗吧 君不见 黄河之水添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 王爷真是幽默呀 这首诗连我们 北马人都知道 强敬酒啊 完了 可好似犯仙翻车了 我还有你们没听过的 垂死病中 惊作起 小丑竟是 我自己 少少离家 老大回 安能辩我 是雄辞 现今更敬一杯酒 谁不喝完 谁是狗 一行白鹿上青天 来点含笑 半补颠 这王爷又开始奇怪了 真不知这北马人做何想法 四处应该有掌声啊 闻到底要不要鼓掌 还是我来带带节奏吧 哈哈哈哈哈哈 也算是别巨隔 王爷真是厉害呀 这首诗不但颠覆了平泽相对 而且又全押在运上 果然是奇才啊 对付你们古代人 还不是小菜一碟 我也就随口意淫 北莽尊世见相啊 来 我们干一个 来 我以为你这不学无术的王爷 只喜欢偷尸体 啃猪蹄 玩妖术 没想到 你还精通誓字歌赋呢 怎么了 莫非是对本王始于颜值 献于才华了 还是真不知道自己做的事很烂 王爷 王爷好帅 王爷英姿萨爽 我们方才都觉得王爷好厉害 这算什么呀 我要是今晚睡一觉 明天能给你们来使手 使手 天啊 这么厉害 王爷正值当年 何不考虑婚姻大事 小心手广 你们先下去吧 好 王爷太帅了 哎呀 怎么了 莫非 借我如此受欢迎 不开心了 无聊 听说尊氏和太子交好 你了解情况吗 往常是太子每年 招待北莽尊氏的拜法 今年是王爷抢了风 怎么还来问我呢 太子的事这么清楚 我就问了两句话 还真的跟太子有关系啊 我怕被人卖了 还帮着数钱呢 哎 我先回去了 晚上见 宋定泽 又来 妈 既然应了瑞法三招 我还是帮你允个场吧 来来来 喝 别停啊 竟是些庸俗主 怎么样 我为使者安排的这舞蹈 还算有品味吧 比起王爷的事 还是这个好看一些 果真好 哎呀 北莽尊氏 你喝多了 来 宋定泽 这北莽人果然看定了我 既如此 这小子要干嘛 这小子要干嘛 好 这武艺才是整场精华呀 好 我的手下当然帅了 宋定泽 你舞剑的样子很帅 王爷 你看来是又喝多了 我没喝多 没喝多 来来来来 咱们继续 嗯 继续 王爷你慢点 来王爷 我敬你 干杯 干杯 尊氏 你身上毛好多啊 你这个毛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当然是真的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 但是 但是真的好好看呀 我真的好想要 王爷喜欢 送你一道别适合 真的假的 真的 来来来 我 怎么干 喝不了了 不能再喝了 不剩酒粒了 好不好 怎么就 就喝不了了 你怎么 怎么就 倒下了 你不行 好 冰块脸 咱们喝 干杯 没酒了 怎么就没酒了呢 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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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晚宴还是少喝我也没有 干杯干杯 我没喝得多 我没喝得多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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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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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没有喝得多 我还可以 与君共舞呢 飞翅 闭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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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有些迷惘 却永远错过 你的模样 难道是我的心跳 糟了 腰心又发作了 或许是否清醒已不重要 我的心脏已是你的相撞 就像那月光 为走夜路的人指引方向 我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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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大瓜不会以为我真喝醉了 打算送我回房间吧 这么笨呢 宋宁泽 你刚刚是为了我舞剑吗 我是哪屋来着 你醉了 这边 对对对 客气吧 嗯 我的名字叫张楚希 干嘛 认识你 我很开心 王爷 这是干嘛 大瓜 我的心脏已是你的心装 就像那月光 走夜路的人指引方向 天 我在回为什么 好 禀告殿下 叶痕回来复命了 宋宁泽呢 殿下恕罪 殿下英明 老苏是被楚王胁迫扣于身旁 他并没有背叛我们的组织 夜长梦多 你别忘记那狗王爷手里握着这个国家最重的兵权 阿丁不敢忘记 好 完成这次计划 本王得赏你 殿下 阿丁不需要上次 能在殿下身边效力 是阿丁的福气 其实宋宁泽与阿丁心中已有计划 若是按着计划行动 必能按原时间 拿到王爷的边权 殿下 殿下 上次的回忆 最靠谱的 你跟着他 若发现苏宁泽也有二心 就一起除掉吧 是殿下 是殿下 乱了乱了 苏宁泽 你明明是来报仇的 岂能被他下的毒 找到神志不信 真是荒唐 一切都在找计划进行 一切都在找计划进行 莫要再被他找乱了心智 走好痛啊 我怎么自己回来了 开解白呢 你不相信 一喝酒就无事 还没问清楚这背后的真相呢 别回不去 还把自己陪在这儿 嗯 得把他叫过来 嗯 黑解白 给我倒水 我口渴 小悠 快快快快 快点快点 来人哪 抓刺客 王爷 你没事吧 王爷 你看 我听了你的 对王爷 王府啊 严加防守 不是 你去哪儿啊 王爷 王府真的很危险 看什么看 走 是 老子豪 宋利策 冷静 第四〇都会好看的 严谨只好看的 给我的 Bruce Hearthed 错了嘛 咱们rada position 他走啊 让 Village啦 我 我有危险 有人要杀我 还能有谁想杀王爷 我正是在下 难道是 叶痕 叶痕是谁 苏宁泽 你居然有八块夫妻 王爷 就不能先出去 还跟你整得害羞了 我话还没烫呢 让我想的没 你说 有人要杀你 对啊 不过呢 他被我的颜值吓跑了 看来王爷对谁都是这么随便 哟 吃醋啦 没劲 你这把剑跟刚刚那个人的还有点像 哦 你们不会是一伙的吧 你没杀成 所以派他来杀我 不说算了 你刚刚为什么一个人走了 把我扔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王爷怕是搞错了身份 我是来刺杀你的人 不是来护你周全的 那要是我死了 你舍得 我看王爷是又喝多了 无言乱语 既然王爷安全了 那么 请回吧 别人我在那么危险的地方 我在这里又不认识别的人 我只能依靠你了 拜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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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到底耍什么把戏 谁耍把戏了 没看我受伤了吗 还得多谢连郎里歪着 长进来的小树枝 本王就不开你了 真人 这是什么呀 酒精吗 酒精是什么 这是用黄柏金银花 蒲公英土芙令混在一起 制成的药物 用来消炎的 哪儿来的 问府中的小树药的 你倒是不把自己当外人 所以王爷还用药吗 用药药 开个玩笑嘛 你们古代人能不能有点幽默感 王爷喝了酒 加上身上受了伤 近两日就别再饮酒了 有的人是在关心我喽 只剩不早了 王爷早点休息 请回吧 这个大夫啊 老是让人忍不住想逗一下 你要是不介意的话 我今天就在这儿睡了 我睡床 你睡椅子 不可以 不可以 那你要是不愿意去 就只能一起睡了 王爷 这 这实在有识体统 有什么有识体统呢 我们是主仆关系啊 正义如此 才更加不妥 哦 那你的意思是 我要是你的女人的话 我们 这样 就没问题 王爷 请不要再戏弄在下 我没有戏弄你 怎么回事 这么软的事 来 来 差点心脏跳出来 淡定淡定 床给王爷睡了 请王爷 注意仪态 不要再来遭遇在下 给我说晚安 晚安 晚安 一切不过是男女有面 我 就算是女人 还要帮你 你 我 是 难道我这是对她 真是荒唐至极 怎么可能 必定是这西雨来的气度 又不会有心智的作用 心灵引起 心灵共同同 心灵在 有外星 有你 你救命啊 这不是那瓶解药吗 跟我试试 这解药明明就是假的 敢骗我 那小白 我要来救我 爸 毕竟成熟人没死 我现在杀了 把那些承认之谓的强暴了什么区别 即如此 就万一把手机 看他们如何解释 我现在杀了 我看他们如何解释 我看他们如何解释 好 王爷这是干嘛 早上好啊 你是兔子吧 警惕心这么高 王爷 王爷整天鬼鬼祟祟 在下 自然要多家地方 这个北茂人的酒后劲真大 我这头还疼得不行呢 王爷可记得 昨夜 对在下做了事 我也不知道 我断片了 断片 何为断片 跟你说话 怎么这么费劲呢 那最好不要与在下对话 黑切白 我们谈谈吧 谈什么 谈 指使你刺杀我的幕后主使 谈怎么能让他放过我 王爷知道是谁 不知道 但是我希望你能告诉我 坦诚的 坦诚 那王爷对在下坦诚吗 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解药 是吧 你搜我身了 是他自己调出来的 这个 他就是个假的 高防 我怎么可能把这种东西带在身上呢 我肯定是得好好地藏起来 对吧 快乐 最关键的把柄被了 这下真的只能靠魅力来掏出真相了 那王爷 是否还有别的事 瞒着在下 还有 什么别的事情 根本没有 我远到你的 你 你 我们还怎么拿来 你 你 要 你 你 我 那 之前 若练的那具尸体很新鲜 这次 咱们就找一具新鲜尸身 最好是在今天 现在 立刻 马上 王爷这不是在为难在下 没有啊 我怎么可能为难你呢 不是说要速战速决吗 上次的方式行不通 这次 咱们就换一种 你行不行啊 你给我 谢谢 走吧 去哪儿 孔明登殿呀 刚才不是暴露了线索 在孔明登殿吗 王爷 男女受受不起 请自重 你怎么突然说这个 王爷说 要互相坦诚 并非要这么贴近 怎么 不希望我是个女儿身 希望我是个男儿身 我没有 我只是觉得 你这亲门在下有解药感到失望 跟我相处这么长时间了 连我是什么性格的都不知道 反倒是倒打一把 强辞多礼 别生气嘛 我错 错哪儿了 什么指南癌啊 我错哪儿了 你等等 干嘛 如果有刺客行刺你的话 这样会安全一些 拿下 老板 对 老板 这附近有没有丢失的姑娘 好像不知道了 二位公子看看灯吧 这不就是那个孔明登碎吗 二位公子看看灯吧 二位公子看看灯吧 这不就是那个孔明灯碎吗 老板买一个这个 好的 您的孔明灯公子拿好啊 赶紧 谢谢 你在干什么 不错嘛 有进步了 不仅主动关心我 他很会挑礼物 你呢 问得怎么样 还能怎么样 线索断了 也不知道买来有什么用 你今天丧气 倒是丧气得很快 两位公子 是在找卖孔明灯的人吗 你知道 你认识 皇爷确定是来找线索的 买了孔明灯不放 多浪费啊 说起道理来 总是一套一套 那肯定 我可是硕士毕业 读书多呀 你什么学历啊 什么是学历 就是 你有没有读过书 善不私熟 我 当年贾富卫的培养我 没少逼我被私送进 那你可厉害了 诶 凤婷啊 我听说 放孔明灯许下的心愿 神明会帮你实现愿望 我们放完孔明灯 许个愿望吧 我记着他 那是少废话 拿着 神明 如果这世上真的有神明 就不该让纯正无邪之人 现有危机 若你的确不是那个 杀人不眨眼的储我 愿神明保佑你 以示平安 生 重新 你许了什么愿望 早日拿到王爷人头 王爷的头就在这里 你有本事就来拿喽 看你舍不舍得喽 你真当我不会杀你 不不不不 我就是仗着你喜欢我 封言论 我妈跟我说 不要只听一个人说了什么 而要看他做了什么 你的行为已经出卖了你 你就承认吧 为什么其他的店都打烊了 前方的酒楼还这么热闹啊 王爷是真不知道 还是假装不知道 那不是一般的酒楼 那我更要去了 我可不去 你不去啊 那我自己去了 公子 喝一杯吧公子 公子 喝一杯吧公子 公子喝一杯吧 喝一杯吧 我有钱 公子 喝一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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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男人谁也不许动 你们都给我出去 都给我出去 快点出去 快点出去 休有胡言乱语 来啦来啦 快点 二位爷别生气嘛 你们要找的头牌 人给你们带来呢 来 拿去 哎哟 哎哟 二位爷 你们玩得愉快啊 行 你下去吧 二位公子想听什么 姑娘 你认不认得这个 二位公子怎么会有我给他的信物 是你们杀了我妹妹 姑娘 你先别激动 我们是 我们是你妹妹的朋友 今日得知他的死讯 特地想去祭奠一下 不知道 是否方便 可是 我也不知道他葬在哪里 我今天找了一天 还去了乱坟岗 仍然没有收获 看到那些脏乱的尸体 我就想到我妹妹 他生前如此疾苦 似乎 也这样气了 我以前是个去世的人化妆的 让他们体体面面地 离开这个世界 你放心 你妹妹在那个世界 不会再受苦了 多谢公子 走 此地不宜久了 我还没找到人呢 好不容易找到的最终线索 还说陪我找尸体 我看 我们还是分头行动吧 来了 我刚才是见有举止奇怪之外 才带王爷离开 王爷也知 自己处在危险之中 若在下不在王爷左右陪伴 恐怕 你早已不测诺 你担心我啊 我只是担心 还没拿到解药之前 我便成为王爷的陪葬我 你就不担心我 别嘴硬我 那便如王爷所言吧 哎呀 你说啊 这最危险的人 竟成了护自己周全的人 你说 荒谬不荒谬吗 这是什么面具啊 公子不知 这是挪戏面具 本证 神 修神和失所 这三大类 每一类又分别对应不同的狗 二位公子看看 我不趁过节之时买两个 这个凶神很适合你 拿着 这个很适合本王 有呀 开吧 这狡猴奸诈的平衡 倒是与王爷本人分毫不长 之前还夸我英明神 我侠干一胆 喝 男人 在下可没说 全是王爷的异想罢了 走走走 来 吃我呀 阿丁 你们去那边哪儿 这 这 阿丁 你怎么在这儿 老苏 来不及见识 这太危险了 赶紧走 你 你们快走 我拖住他 走 赶紧走 你们果然是一伙的 追 你可算见了 你这本派的 你还想和狗王爷去哪儿 走 不行 我不能丢下你 我们说过要一起面对所有危险的 走 王爷 快去调兵 按计划行事 走 走啊 你们小心一点 走得正好 殿下念在你跟随多年 忠心耿耿 屡次三番让我手下留情 可这一次 我要替他做主 除掉你 以免节外生枝 你问这 太子用来夺权离合棋子 谈不上你说的这般情谊深厚 说不是你们二人叹变 殿下已经如期完成他的计划 你会在太子面前一再施洗 你也免进尸 阿丁 这是心里传来的断魂伞 你若走一步 便为蹊跷流血而亡 不信 你可以试一试 这不是王爷的物件吗 你从何的来 这是王爷给我的 你想 救你的好兄弟 你来玩个银神出洞 梦中捉妙 你们两个到底瞒了我多少事 对不起 我不是说王爷胁迫的 把电视资源配合 目的就是要把他们一光大剑 谁都别想走 来啊 我这儿有解药 王爷不是一人 恐怕有危险 你快去帮他 好啊 那你呢 好个蓄谋已久的叛变 小废话 你快走 好 老地方等你 别 苏宁泽 原来我的一一孤行 我必须要去发射信号 叫骑兵 残屁王打尽这些幕后的人 张出欣 出欣 你千万不要有事 她 她 娘 练练了病快快赶到 孙霓草 你一定要活着 如果是因为我害了你 我已被殖不能行安 阿姨 这缝衣也没职 难道 姑娘买盘花都许过愿望了 难道谢谢 姑娘这样寻人可是寻不到的 等等 你是不是还知道些什么 我还知道你不是属于这里的人 你到底是谁 我只是一个卖花灯的 姑娘要猜个灯迷吗 时空作乱聚双合 留心耻辱都降合 难道你也是来自未来的人吗 你到底还知道些什么 时辰不早 我该打烊回家了 希望姑娘早日解除灯迷 知名大人 初心 谢谢 我找到她了 我找到她了 好 你 我愿意静静这一身 宋泽 我要永远和他在一起 你没事吧 我没事 其实这个大餐 是在一会儿的 我所说的 我所说的我不是楚王 是因为我只有身体是他 灵魂并不属于这儿 刚来到此处我孤立无援 才想着用楚王的兵符和阿丁 商量着引蛇出洞 你放心 刚才我已经和他们接上了头 他们也已经赶往救援 阿丁会没事的 我也没想到有一天 还能过一次这样的人生 会变成个女王爷 喜欢上了一个 一直要刺杀我的刺客 只是我有些不明白 为何师生能够帮助王爷 回到属于自己的朝代 你是说看到了奇怪的竹子吗 我也不懂 虽然我们那个时空科技十分进步 但也有些无法解释的现象 或许我为什么来到这里 也是一个难解的谜题 又或许 或许 或许 一切都是命中注定 你偶然来到这里 可能是为了告诉我 仇恨 不是一个人活下去的动力 而爱才是 所以王爷觉得 遇见了我 是好事还是坏事 怎么 难道和我相遇 你觉得是件坏事啊 当然不是 虽然我放弃了 刺杀王爷的计划 但王爷身边 依旧是危险重重 什么意思 咱们虽然躲过了一劫 但朝野来 依旧想要你的信用 王爷 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浪迹天涯四海为家呀 这不是你们古代人 最爱干的事情吗 好 我答应王爷 王爷想去哪里 我送林泽 就护王爷到哪里 你这是干什么 王爷不是说 这是承诺吗 我承诺王爷 必定会护你周全 好啊 那这个可爱的刺客 你从今天起 就是我的男朋友的 大哥 不过这种事 我一直希望对方 能主动一次 你能不能对我说 你愿意做我的女朋友吗 我愿意 不过 男女朋友是什么意思 就是 永远不会改变心意的 一种诺言 你愿意做我的心上人吗 只是 怎么 你反悔了 等阿丁回到客栈 我们给他交代完 就远走他乡 好 你放心 我一定会请最好的太医来治好你 也恨死不足惜 只是 没能帮您解决心患 而感到悔恨 是 你放心 我一定为你找到解药 来人 在 是 书下这就去办 殿下 这次虽然逃过了骑兵 但骑兵已然入都城 我们再想拿兵去 几乎是不可能的事了 那殿下想想如何 你知道的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张姐眼里最揉过的沙子 殿下不会是 要 要的张公主 她与那位看上去 慎典在握的王爷 终将是会有一面的 如果能借此 将苏宁泽一并待起 你说 是不是就更好玩了 是啊 我认识了 你不认识了 我认识了 你不认识了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要不要 再做点别的呀 好啊 那我就 成全你了 有没有人跟王爷说过 其实你是一只 纸牢 你瞧不起谁呢 好啊 东香院荣庆堂 今晚举行拍卖 二位公子若有闲情雅致 还往前去多多捧茶 来 刚刚那个店小二说在哪儿拍卖 各位 这最后一个物价 那可是大有来头 这根本质 挺吻 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你们看着做工 无论是前朝还是当今 那都是没有的吻呀 宫里都少见 其实啊 真是烫 难道问题出在拙子 他才是回去的要事 哎 这位公子 来这里竞拍的 都各有各的座位 您请落座啊 你没事吧 喜欢这个 我 难道这就是您之中 各位 底价十五两 各位请拍 我出二十两 我出三十两 五十两 五十两 有没有比五十两还高的 五十两一次 五十两两次 慢着 我出一百两 一百两 他果然不认输 真想干嘛 我出二百两 二百五 你骂我 正常进价罢了 这位公子为何说我骂呢 我出三百两 五百两 五百两一次 五百两两次 五百两三次 成交 老娘发财了 公子 您可拿好了 哎 难道储西书的桌子 是这个 不认输 不认辆 五百两 五百两 我出击 一百二百二 但这个 一个 一个 一百二 一个 这是 对 啊 project 它 是 我取来给你 你想干嘛 你忘了 我是个刺客 他大概率 是认出我的 你先睡吧 我在这守着你 我都没有手忙回不了家 有着到疼我了 你这边还有个镯子 这镯子对你如此重 我就去为你取来 小心 慢慢 用事 坐下 再见 好 站住 来 公路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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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扭开 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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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 走 怎么这么热呀 人呢 可能是担心对我的美色产生邪念 自己去冷静了吧 这个鱼木脑袋 天这么热 那我刚好洗个澡 要把刺客 去 刺客 刺客 宋令泽 你刚去哪儿了 外面怎么回事 没时间解释了 唉 唉 快 快 奉长公主之命 前来搜查盗贼 长什么 长公主 慢着 小女正在沐浴 长公主可以进来搜查 闲家人等还请回避 你也看见了 我一个人在房间沐浴 不知长公主前来有何贵干 打扰了 盗贼是位男人 而非这位女子 我们再找找别的地方 公主 这可是最后一件的位置 无妨 丢了就丢了吧 你果然已经不是厨了 有意思 可爱 你可爱 呢 给你 你哪儿来的 这你就别管了 那我不敢拿 为什么 你做了这么多 就是为了给我偷这个 他爱从偷别人的东西 我只是 以其人之道 还这其人之身罢了 你们是不是认识啊 我说过了 你喜欢的东西 我一定会给你拿来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但夏不为例哦 我可不想你为了我冒险 擦擦吧 一会儿感冒了 我可不想伺候你 你这样擦 能擦到明年去 说实话 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有没有早就希望后再一起啊 我 我为何希望你 他嘴硬 因为我们可以做男人和女人才能做的事情 启禀殿下 阿丁背叛组织已经被我抓住了 要不要除掉 我还留着他钓大鱼 不急 你怎么勤势重重的样子 你怎么心势重重的样子 你已经好几天了 阿丁 也没有找过来 相信我 他 一定会没事的 怎么了 阿弟 这是谁寄来的信 不知道 但当务至极 是要找阿弟 千万不能轻举妄动 万一是陷阱呢 不管是不是陷阱 我都要去 阿弟不能有闪失 他必须活着 说得也是 我陪你一起 不行 你在客栈等我 此次行动太过危险 我不想让你受伤 不行 你看啊 我要是跟你去 有可能有危险 但是至少在你身边 你要是留我在客栈 也不一定说就一定没有危险 而你又不在我身边 所以 你还是让我跟你一起去吗 说得有道理 那我们赶紧去吧 晚去一份 阿丁便多一份危险 嗯 好 我们是不是要翻墙进去啊 不 从这个密岛 你先走 我电话 你没事吧 疼不疼 现在不疼了 这里随时有人巡逻 所以我们要抓紧时间 这也太黑了吧 不太闲置的 没事 说大哥太子府 就允许我们进出自由 说大哥太子府 语文却在府中 建了一个密室 专门过按那些不听话 或者有二心的刺客 或者有二心的刺客 我早已让我的影仙安排好了 放心吗 走 走 走 红尿为 尸其惠 好 殿下 那二人已经进府了 很好 现在就交给你了 阿丁 怎么样 我们来救你了 老孙 你为什么要来 快走 走啊 你忘了 我们说过 我会抛下对方毒火 我也时日无脱了 只要你好好地活下去 快走 你不是说你有解药钳制他们吗 你骗我 哎呀 我怎么骗的你 你就怎么骗他们呀 他们的手段那么毒了 我们治老大夫 你好好休养 我们一定能把你治好的 你们真的不开了 这是个圈套 我会抛下你的 走 果然还是乱累 等你们逃起来 看来那封信 是你记住的 你也不傻 不枉被殿下栽陪你这么承认 走此大费周章又是未夷 您知我们二人的罪不当场前获 反而绞尽脑池将我们二人骗到此处 真是劳烦殿下背心了 殿下说过 你是他的人 死也要死在他的地位 是由楚王自由殿下处置的 我就要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了 背叛太子的下场就是死 但是我不想让你死得太痛了 你是不是很在乎他 背叛太子就是这样的事 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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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北清 你知道我为什么一直跟着你吗 因为在这世界上 我就是一只虫子 只有你把我当成朋友 现在我希望你好好的活下去 阿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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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何非要我欠你这么多 阿丁 不好了殿下 jam 叶岁被杀害了 有刺客 他爽 快 快点 追 你的命是属于我的 你要想对我忠诚 对他忠诚 苏宁泽 我要扒了你的皮做骨 阿丁 对不住 若不是我拉你入这局 你本可以做潇洒的浪客 现在 你终于可以自由了 我一场家国仇恨 已经有太多人牺牲了 真的不值 从今天开始 我绝不会要身边人 有半分差池 对不起 对不起 不是你的错 是我一直瞒着你 其实我真正的身份 是前朝的太子 你是前朝太子 杀手的身份 只是博德信任的以后 这么多年来 对不起 我只是为了 可以亲自接触出我 去拿到兵符 跟长公主谈条件 可阿丁的死让我疲惫 只因为我是前朝的太子吗 才会有那么多人 因我而亡 除夕 还有阿丁 是你们让我放弃了复国的计划 但我不后悔 不愿意杀了我 你是谁都不重要 我只知道你是宋宁泽 我们去找一个 谁也不认识我们的地方 好好生活 过普通人的生活 好不好 会的 但是在这之前 我还要去做一件事 我还要去做一件事 阿丁 对不起 如今我们在逃亡 我连一块向阳的墓碑 谁都没法做给你 我留下来替你好好守护苏宁泽 你先走了 我想和阿丁出说话 我想和阿丁出说话 我终于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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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带来 你说 我一跌倒 这一跌倒 滚倒 这一跌倒 再一跌倒 还好 这一跌倒 说楚王谋反了口信 张公主也没有信 既然密罕长姐不信 那我们就再添一把火 是 殿下 楚王 就让你最后再逍遥快活这几日吧 阿丁走了 你后面怎么打算 要不跟我回王府吧 依我对宇文雀的了解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反正他也没有GPS定位 也没有显示器 怎么知道我们在哪 再说了 我堂堂王爷怕他哦 GPS 宇文雀在府中 确实有很多死事 只是显示器是会 算了 回头再聊这个 我们刚逃走不过树日 这也太快了吧 等等 不对啊 我们为什么会被通缉 宇文雀的计划是暗杀我 要通缉的话 也要经过皇上的职业 宇文雀用了王爷的名义 在宫中犯下了滔天大罪 那怎么办 看来现在得回去 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开什么玩笑 我们好不容易才逃到这里来 现在又要回去 宇文雀如果铁了心要杀我们 他在暗 我们在迷 我们随时都会有姓名之勇 现在只有回去 弄清楚事情的原委 为什么这么难啊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冒险的 要去的话也是我们一起 不行 这里相对来说比较安全 你换上这些衣服 应该没有人能用得出你 你要是不答应的话 我现在就去站在告示下面 我告诉他们 我就是他们要找的王爷 你疯了 那你不让我去 现在不是一起用事的时候 我没有一起用事 我就是不想和你分开 你不是答应过我要护我周全吗 如果你不在的话 说不定明日我便会被剑影歹脱 不许下说 我答应你 一起去 不管发生什么事 我们都要一起面对 好 你别怕你快出去 没事了 大疯犯 笑什么 没什么 就是觉得你这一身 没有一番风怨 你确定 穿这样不会被认出来 放心吧 不会 他怎么会在这儿 是北部尊师啊 是北部尊师啊 生死了 你怎么会在这儿 看来 是在王府中被人杀害的 怎么可能 我们离开王府的时候 他并不在王府之中 从尸身 未测来看 死亡时间不超过一夜 就是我们离开王府的时间 所以 一切都属于是处了 真相 只有一个 除了宇文雀 除了宇文雀 还能有谁 我猜 是宇文雀杀掉尊师 故意栽赃于王 想借着圣上的力量 将王爷引蛇出洞 这个宇文雀 真是阴险狡诈 刺杀不成变出阴招 为了害我们真是处心积虑啊 可是他说是我杀的皇帝就信 那当朝皇帝也太若迟了吧 你可还记得 在太子府落下不胜了 我的腰牌不见了 那就对了 那我们怎么办 去太子府 寻找证据 你疯了 我们这样岂不是羊肉糊口 以我对太子府的熟悉程度 我们悄悄且认我应该不知为的 莫斯三合计吧 我跟你在一起真是太有安全感了 来 算了 评 gluten 许文雀 黑猛说 起双 multiply 你看 阿丁死得如此凄凉 眼见处闻就在眼前 你却没办法做什么 不理解 可我这么多能让你生亡了 当务之急 是不能让楚夕遭受楚王的人去 你决定了 你决定了 如果我此刻杀了宇文雀 那就永远无法洗清你的冤屈 而我们 也注定成为亡民之徒 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你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考虑 想做什么就去做 为自己而活 我确实说过 我好恨他 但这终究不是活法 更不是 爱你的方式 已经死了这么多人 我们只做自己能够做到 你想清楚了 我后悔 他自会得到应有的惩罚 不愿 是 来 神武突破 大神 你看他了 是她不是 是她不是 是她是她 是她不是 是她是她 是她是她 人证无证俱载 更后悔 我早已在他们中间安插亲戚 那长公主会不会区别对待 西边近年一直战乱不断 若此时得罪虎视眈眈的北盟 刚建立不足二十年的蓝朝 恐怕不畏在旦夕 所以 我相信她会突然处理这件事情 真不愧是前朝太子 你知道的可真多呀 还有什么事瞒着我 我 可是 宇文雀毕竟是她的弟弟啊 所以我倒要看看 她到底如何选择 那她如果拿我当替罪羊怎么办 放心 有我在 我 有你一起去送命吗 我自有安排 最想到最初的 几日才是事 这几日盯紧的皇宫 用属任何风吹草动 请你立刻来报 是 张姐你如此忧勇寡断 那就别怪臣弟心狠吧 等等 张公主 原来您在这里 可算找到您了 王爷这身打扮可真是毫不必忧 看来是不知道自己惹了什么事 北莽尊氏的死后没有关系 拿下 是 褚王是否知道自己已被全城通缉 当然知道了 张公主都把我的名字打在全城的公屏上了 既然如此 你为何还有胆子主动送上门来 我知道你在我身边安插了眼线 你明明已经调查清楚这背后真相 相信张公主没有立刻把我拿下 是有条件相谈 我就主动送上门了 我是被宇文雀所冤枉的 所以还请张公主为我主持公道 那你有什么证据吗 我当然有证据了 此人便是当日协助太子 杀害北莽尊氏的侍卫 启平长公主是我等糊涂 协助太子犯下大错 他为何要这么做 因为他想夺权 宇文雀的急不可耐 已成为了宫中潜在的威胁 他在府中 圈养了许多死士供他差遣 魏就是今天的道理 北莽尊氏的尸体 恐怕还在王爷府中 长公主 可以派人前去查验 你说宇文雀在府中 圈养了一批死士 你又是如何得知 因为在下 就是其中之一 前朝太子 是我朝太子的死士 太子好幽默 公主 他要是谋反的话 早就谋反了 也不会将太子是真凶的 证据告诉你啊 我等是诚心诚意 请求长公主奉过的 相信长公主也想看到 国业腾搭百姓安康 而不是再次引发战乱 有趣 楚王和前朝太子如此亲密 即使与北莽尊氏无关 本宫也很难放心 此事与王爷无关 你就不怕本宫杀了你 难道公主 不是早已动了杀心吗 太子有勇无谋 驾获王爷手段拙励 恐怕北莽尊氏的尸首 是你默许他放在王爷府的吧 目的不就是你在下现身 什么都讨不过太子的眼睛啊 究竟还有多少前朝与党 被你安插在宫里 只要天下太平 你放了王爷 这些就都是公主的子民了 好 放你们走可以 但兵权必须要交付 多次以后楚王对外宣称死亡 你们二人不能再进京城 请公主放心 太子应该也早知道 自己和楚王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又准备如何选择 在下和王爷早已有打算 就不劳公主操心 在下告辞 他怎么知道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你别胡思乱想 他的意思是 我是前朝太子 你是当今王爷 身份欠头 哪有什么身份啊 我又不是王爷 你也不是前朝太子 我们只是两个相爱的普通人罢了 你之前对展公主说的所言可真 那是当然 原来我在你心目中评价 这么棒 小夸两句 飘飘 什么是飘 我真的应该带你补习一下现代汉语了 跟你讲话总这么费口舌 那就别费口舌了 等我被人看到了 怎么 害怕了 谁怕了 什么时候这么大胆了你 那还不是 跟王爷选 不喜欢吗 男人要是太会撩 就会让人不放心 你以后只能这么对我 不能对别的女人也这样 哪还有什么别的女 都扭乱了 习 前朝太子 闭 大公主 之前您就由我查办 杀死北莽使者的真凶 却为太子身边死世所为 这些死世已经全部收下去了 只是北莽人那边 要讨厌的事 知道了 谢谢 是 长公主 王爷如何了 你倒是对他很有感情 这些年你在王府 你没办成过一件事 辛苦 应该的 说是准备回宫吧 是 那你之后有什么打算 我想和你归隐田园 去找个小地方 种花 种菜 厮守一圣 现在长公主也放了我们 我们就离开这个 纷纷扰扰的王府吧 多疑你 不过 我还是想先回一趟王府 给小悠啊 押换侍卫什么的一笔银子 让他们恢复自由身 好 这是什么 臣弟得知长姐最近身体抱恙 特嘱咐太医为长姐 熬制了这杯长寿羹 来人了 在 燕羹 是 长姐 这是什么意思 燕了不就知道了 莫非长姐不信任臣弟 燕儿 我怕是太纵容你了 才让你像如今这样 胆大妄为 你就是这样心疼长姐的 他 我并不知道长寿羹中有毒 张姐 臣弟冤枉啊 是他 是他在长寿羹中 斗了手脚 他想必是听了王爷的怂恿 想栽葬到臣弟头上 因我们姐弟相侦 从而欲温得利啊 请长姐明察 事到如今 你还在狡辩 把人带上来 把人带上来 你认为我是饭桐 这么多年 你一直纵容王爷压制我 他们所有人都笑我是个有名无实的太子 你什么时候把我当过弟弟 我是你的长姐 可我也是万民的长公主 废宇文雀诏 奉天承运 皇帝诏曰 宇文雀仅品性无端 还异端而献其军 即日起 废除宇文雀之位分 未经召见不得进宫 解除楚王的通缉令 归复其王爷身份 钦此 你们还在这干什么 叶恒 你说 我应该怎么办 我应该怎么办 我滚啊 到底是谁出卖了我 你们有谁还是楚王的人 都在害我 都在害我 是你 不是我 是你 不是我 人都不是我 能为何我天衣无分的计划 归落到这般天地 除叶恒 筹业恒 只会 我自己 我还没办法 自己 我还没办法 海伦 你这干什么 你们都跟我滚啊 丫霞 您冷静一些 请相信我们 阿丁的背叛 苏依泽的背叛 我最器重的四事都在最关键的时刻背叛我 我要怎么信任你们 现在说这些 已经完了 长姐已将我废了 见面接我以身太迷运 你们滚吧 免得受到牵连 我们还是又回来了 是啊 不知道之后还会不会有机会 你说什么 没什么 小悠 张琳 王爷回来了 小悠 快快快 怎么没有看见小悠啊 王爷 你怎么这声打扮 说来话成 今日我来给你们个交代 小悠要谴赞我们 求王爷开恩 我们不管王爷是何人 听闸的声音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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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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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